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将时运金 春秋时期,楚国的国都影城有一个泥水将 一天,他正在干活,一点白泥飞溅在他的鼻尖上 虽然这个泥点很小,但还是影响到了他的工作 他想起好朋友木将,为什么不趁机考一考他呢? 于是,泥水将便去找他的好朋友,请他帮助削掉鼻尖上的白泥 木将看着好朋友,说时时那时快 挥动大腐,一阵风过,削尽了泥水将鼻尖上的泥 却一点没伤着鼻子,真是神了 这件事一传十,十传百,传到宋元君的耳中 他便派人把木将找来,让他再试一次 木将悲伤地说,我的确为好友削过鼻尖上的白泥 而现在,我的好友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能再和我这么默契地配合了 所以,请大王恕罪,我不能满足您的心愿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包含两个方面 任何事物都以对立面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 离开了哪一方,事物都无法单独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